这个时候大切尊者听到维摩姐讲 菩萨不可思议解脱法门 叹未曾有 从来没有听过的 从来没有听过 这个不可思议解脱的法门是这样子的 他告诉舍利弗 比如有人以忙则前显众设相 非彼所见 这是一个比喻 说我们等于是眼睛都是忙的 真的从来没有听过 说菩萨不可思议解脱法门是这样子 就如同我们是盲目的人 看不到 也没有见过 这个不可思议解脱法门 一切声闻文事不可思议解脱法门 如果像我们这样子的声闻 就是阿罗汉 听到了这个不可思议解脱法门 不能结了 实在是没有办法去了解 了解不可思议解脱法门 不能结了 为弱此 所以我们阿罗汉 真的没有办法去了解 这不可思议解脱法门 智者闻事 如果有智慧的大菩萨 他听到了 他们知道 其谁不发 阿妙多罗三妙三不得心 如果有智慧的人 听到了不可思议解脱法门 哪一个人不会发出这种道心呢 我等何为永绝其根 以此大胜已如败种 像我们 大菩萨讲他自己 跟实力佛 我们今天如果没有听到 我们 根本就没有听过 像这样子的大圣 大圣法门 就是说 像菩萨就属于大圣法门了 像我们写小圣的 就写阿罗汉的 就如同胶牙败种一样 可能就是很差 但是大圣 大圣大圣 大圣的大圣 和实力佛讲 我们这个阿罗汉 真的程度不够 真的很差劲 跟这个不可思议法门比起来太差劲了 所有的声闻 所有的阿罗汉 听到了这个不可思议的解脱法门 借因豪气深圳 三千大千世界 我们听到了不可思议解脱法门 像我们这样子的阿罗汉 应该痛哭流涕 而且集合起来大哭大喊 震动了三千大千世界 这是表示说 他们实在修得太差劲了 听到这么伟大的法门 就应该听到了 就应该很凄惨的哭 从来没有听过 今天听到了 所以应该痛哭流涕 一切菩萨因大心庆 顶受此法 所有的一切的菩萨 应该顶在感恩 能有这个不可思议解脱法门 若有菩萨信解 不可思议解脱法门者 如果有菩萨 如果有菩萨 很相信这个不可思议解脱法门 一切魔众无辱之合 所有的魔 天魔 地魔 人魔 什么魔 烦恼魔 世魔 病魔 都对他没有办法的 对这个法门 就无辱之合 大学业讲这个话的时候 三万两千天子 解发 阿尿多龙 善妙善菩提心 全部三万两千个天子 天人 解发 阿尿多龙 善妙善菩提心 他们都是 发出了他的道心 听到这个法门 大学业讲这个话的时候 三万两千天子 解发 阿尿多龙 善妙善菩提心 这个 维摩杰讲这个 不可思议解脱法门 简实是 打了 释迦摩尼佛的嘴 释迦摩尼佛没有讲过 这种法 就是维摩尼佛讲 释迦摩尼佛的弟子 十大弟子 都是阿罗汉 当初的时候 释迦摩尼佛 其实 就是这一段 这一段解释的 大家听了都清楚 应该很容易明白 这个法门实在是不简单 真的 维摩杰讲出来 维摩杰很厉害 他把他讲得很透彻 另外还有更多的 刚刚我讲了 再来要讲观众生品 你就了解到 众生是什么 在菩萨的眼中 这个大菩萨的眼中 众生是什么 他都会讲得很清楚 所以维摩杰经是属于 大盛的经典 我认为 我个人认为 后来佛教分成 上座部跟大众部 大部分都是佛陀的 守戒力的 比较重视守戒力 跟禅定 大众部 他比较重视知会 跟这个禅定 禅定也有 智慧跟禅定 但事实上 我觉得戒力也非常重要 戒力也非常重要 我曾经讲过一句话 如果你的心 跟你的本尊 已经相应了 你的心跟你的本尊 已经相应了 你就守住了 所有的戒力 就已经守住 所有的戒力 我是这样子讲 另外我有一个感 有一个接受 在释迦牟尼佛的时代 释迦牟尼佛是很重视戒力 他很重视戒力 我们今天修密教 虽然讲起来 佛陀讲 金钱就是毒蛇 但是密教里面有 所谓的财神法 有所谓的财神法 不是跟佛法违背 其实便没有违背 在唯谋节经里面 其实是便没有违背 贪诚之 按照唯谋节讲 都是佛法 没有一样不是佛法 所以以前 师尊的弟子 张成姬 张成姬教授 他写了 什么是佛法 这本书 大概有点 有他的这个 他的主要的 什么 他讲什么是佛法 是跟着戒力而写的 其实 什么都是佛法 任何一个事情 都可以变成佛法 贪 也可以把它转成佛法 惩 也可以把它转成佛法 你看那个贪 你贪财 你修财神法 把它引进佛法 先以财 吸引你 然后教你去修法 后来你修出兴趣来 就进入佛法 就进入佛法了嘛 你贪色 你在家居士可以修双生法 你因为修双生法就把你引进 引进佛法了嘛 你明 你可以修静爱法 用静爱法 你就可以修下去的话 你就可以明立 都可以双生 而且你还可以每天修佛法 这是大圣 大圣的佛法 如果小圣人 想守戒力的话 那什么都不能做了 什么都不能做了 很多事情都不能做 所以普罗大众 就是我们众生 其实也应该 有所方便 不应该 好像是说 你只要修到 跟你的本尊相应了 那你这个相应 至少你要相应 你就是在戒里面 才能够相应 你守了所有的戒力 才能够相应了 所以密教 就比较有转化 有转化的这个功能 有转化 把你转变 把你转化的功能 不一定要 佛教不一定要 什么都不可以 这里面有提到 献花也不可以 花 按照佛陀的借力 你和尚拿着花 也不可以的 出家人拿着花 都不可以的 让花碰到身上 也不可以的 借力很严的 穿衣服 让借力更严 穿衣服 借力更严 只能够穿那个 很不好看的衣服 甚至于以前有百纳衣 就是人家 所有的破布红起来的 一百种的布 去红起来的衣服 穿那种衣服 而且不能住 不能睡 睡床 那说借力很严 不能睡高 高广之船 只能够 严冻 睡在严冻 睡在坟场 睡在树下 就是这样子 所以以前 释迦牟尼佛 比较偏重于借力 那个时代